在罕见的两党支持之下 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威胁 通过了一项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际竞争立法案 这是外交政策借广泛共识的立场 在意识形态上 则被塑造成为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 事实上美国的抗中行动不仅如此 在过去几年之间 华府对中国发起了多项制裁 总统拜登上任之后不仅没有软化 反而是联合了盟友来加强的对抗行动 到底中国威胁有多严重呢 是否真的值得美欧各国来联合对抗呢 关于这个问题 这一期的明镜焦点 要为各位观众介绍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外媒文章 来提供大家思辨论证 首先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美国媒体外交政策的长文 标题是 《小心中国威胁的夸大》以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为借禁 作者是杜克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布鲁斯W.詹特森 他曾经在奥巴马跟克林顿政府当中来担任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认为中国的威胁正在以某种方式被夸大 就像冷战当中的苏联威胁跟911之后的恐怖主义一样 对外交政策战略适得其反 并以危险的方式来扭曲美国国内的政治 他举苏联为例 尽管苏联的威胁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影响 包括他催生的北约 一个历史上和平时期最成功的联盟之一 他也说服了财政保守派的总统艾森豪来建造洲际公路的系统 他也帮助了甘乃迪总统为国家登月来注入了火力 但是将威胁扩大到全球的层面 却导致了美国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 采取一项又一项失败的政策 包括了越战的残局 伊朗跟韦地马拉政府被推翻 至今余政仍在持续当中 在印尼智利跟阿根廷也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等等 还有其他的例子既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也不支持美国人公开的价值观 而在美国国内正如查尔斯·波特参议员所说的那样 麦卡锡主义像一场巨大动荡的飓风一样的盘旋 他被自己早先的支持感到懊悔 在政府、商业、军队、艺术大学等领域 职业的生涯被摧毁 公民的自由也受到了践踏 之后苏联接踢了 同样继承共产主义并持续壮大的则是现在的中国 特别是北京近年来在香港的镇压 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南海的军事化 跟印度的边境冲突 澳洲的经济胁迫 战狼外交跟微软的黑客攻击之间 北京确实为华府的对华鹰派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特别是在前总统川普任内 对中国作为威胁的重视开始增加 之后上台的拜登在许多方面比川普更加关注中国的威胁 中国成为了五角大楼全面政策审查的基础 也是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的核心 更是过去一年来七国集团 欧盟跟北约峰会上推动的主要问题 毫无疑问的 中国最近变得更加的自信跟咄咄逼人 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拒绝了拜登的直接外交举措 但是北京真的能够赢得21世纪吗 作者提醒 美国可能陷入到另外一个威胁膨胀陷阱的风险 作者在文章当中提出了三点的担忧 首先是夸大了中国构成的威胁 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寻求加速成为大国 但是它是否正在推动自己成为唯一的大国 仍然有待观察 正如一百多位中国专家 在一封公开信当中所说的那样 承认中国构成严重挑战是一回事 但是将其视为必须在各个领域 面对到的生存性国家安全威胁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其次 虽然美国的主要盟友对中国有自己的担忧 但是他们更加的担心陷入到新冷战的中间 在印太地区尤其如此 当地国家虽然很高兴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 但是各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面也有自己的利益 当被问到日本在美中冲突当中 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时 58%的日本公众倾向于为国际合作而努力 而不是站在一边 只有20%的人优先考虑跟美国的关系 前澳洲总理兼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强调 双方都需要管理竞争 另外即使印度跟中国在军事上发生冲突 外交政策专家谭伟马丹也警告说 不要高估德里跟美国前进的距离跟速度 另外韩国外交部长郑毅荣 最近在中国会见了他的外长 并在COVID-19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邀请习近平来访问他的国家 最后将中国威胁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 排除了两个构成更大威胁的问题 并使其复杂化 那就是新冠疫情的预防跟气候的变化 尽管拜登政府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 但是他们对其外交政策来说 仍然是次要的而不是核心的 作者认为现在的美国应该要专注 在展示民主国家可以做些什么 以比中国更能够引起共鸣的方式 重新的夺回全球领导地位的遏制 至于国内的政治 作者认为国会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力法案 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也支持一些批评者的论点 质疑政府是否过分强调 对抗中国的技术重点 而不是加倍地强调 美国自己已经证明的研发实力 另外作者也提到 对抗中国的想法已经蔓延到民间 已经恶化变成了种族仇恨的事件 他引述了数据指出 亚裔美国人在加州遭受到的暴力 跟其他的仇恨事件增加了百分之百以上 另外在全国的范围内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 显然对亚洲人的偏见跟歧视 正在显著的增加当中 相对于詹特森的和解态度 美国之音在今年三月发布的一篇题为 中国对外威胁增加西方加强应对的文章 汇成了许多知名评论人士的观点 文章指出 中国对邻国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除了对日本治下的间隔出导 不断地采取动作来引起日本的抗议跟担忧之外 中国也跟越南还有印度等邻国摆出了剑拔弩张的姿态 中国的海警船近年来不断地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 跟越南发生对峙冲突 甚至撞成了越南的船只 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的附近 中国在过去一年里面 也跟印度发生有时是致命性的冲突 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渗透 间谍跟盗窃的规模之大 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既说的盗窃或者是强行的索取 几十年来成为了中国的国策 或者是国家的战略 这种战略正在或者是 已经对西方国家构成了深层的威胁 美国被认为是在当今世界当中 可以跟中国抗衡的唯一大国 美国对于来自于中国的威胁的应对 可谓是举世瞩目 川普跟拜登尽管在许多方面 正见南辕北撤甚至是相对互利 但是在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面 观点却是相当的相似 自上任以来 拜登总统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 来推翻川普的一系列 内政跟外交的政策 但是在贸易 技术 军事 经济 政治 供应链 间谍活动 网络安全 价值观等方面 依然基本维持川普行政当局的 抗衡中国的姿态 在许多观察家们看来 警惕跟应对中国对美国和其他民族国家 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威胁 已经成为了美国政界的共识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采取了因应的措施 表现之一就是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 对内对外政策 评论引述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 纪思道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拜登的噩梦可能是中国 纪思道在文章当中说到 尽管现在的美国跟中国 可能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一些中国人跟美国人都担心 习近平可能会入境一个岛屿来向台湾施压 或者习近平可能会派遣一艘潜水艇 来切断台湾互联网的海底电缆 或者是阻止台湾的石油输入 或者下令用网络攻击来破坏台湾的银行系统 尽管大多数的专家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袭击 但是它发生的几率却是几十年来的最大 而且在东沙群岛或者是金门岛开始的战争 并不会在那里结束 美国很可能会陷入到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与另外一个核大国最危险的对抗 部分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是一个过于自信 敢于冒险的霸王 他认为美国正在衰弱 基斯道认为相对试图不断阻挠他的立法 跟政策目标的共和党来说 拜登总统面领到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有效地应对习近平政权 对美国跟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 同时又避免跟中国来发生战争 然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当代亚洲研究部研究员 迈克尔·奥斯林看来 美国跟中国之间如今事实上的冷战 可能不会一直保持在冷的状态 2月 奥斯林在英国历史悠久的观察者杂志发表文章 标题是2025年的中美战争 该文章以2030年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了2025年 通过2022年11月举行的中共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 巩固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 一心追求其大国梦并反复的号令军队准备打仗 文章预测 2025年习近平统摔下了中国军队 在南海会伸张自己的海洋权的菲律宾来发生冲突 菲律宾旋即向盟国美国来寻求军事的援助 美国总统履行美国跟菲律宾签署的防务条约的义务来提供援助 美中两国由此发生了沿海的战争 战争以双方的惨胜以及僵持的冷和平来告终 只是由于幸运 美中两国才没有进入到全面的战争 长期研究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奥斯林 以时间穿越的笔法来预测 美中两国难免会发生局部的战争 随着习近平当局步步加码的对外武力展示跟实施 他的这种预测近年来也日益成为了美国政界跟行政当局的担忧 一些观察家认为 美国行政当局正是处于这种担忧 而明确地调整了对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 并以此向中国当局来发出了明确的不要误判形势的信号 不过美国跟其他国家采取的应对中国威胁的举措是否有效 习近平当局是否会收敛其对外咄咄逼人的态势 恐怕还有待观察